突然要说话不知道说什么 就是从一开始特别害怕跳舞 我觉得我永远不会是一个去跳舞的人 1 2 3 5 6 2 3 4 5 6 自己几万元 妈呀 我不行 受不了了 他只是多加了一个这个动作 对 然后特别好 他害怕 不怕 你可以的 走 1 2 3 4 走 走 就在这儿跳舞 前面 哥哥们很认真 很努力地在帮我 到追光把哥哥这个舞台给我这个机会 其实每次在台上跳舞我都偷瞄舞蹈老师们 我看到你们在那里哭 还有笑 看到你们为我加油 谢谢你们 真的谢谢追光把哥哥节目里每一个人吧 我们都成长了 我觉得 我很幸运 谢谢大家 每个人心智更加成熟了 来 顺瑶 我的心情感觉从第一期到这一期我就感觉我跟坐过山车一样 我刚来到这个地方我极度的焦虑 我极度的不安 因为我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去表现自己 然后也不是一个情感 会外放 会很不容易让大家第一时间能感受得到吧 然后到后来的每一次演出 我感谢这个追光把哥哥给我们了这么多不一样的舞台 让我们去展现自己 表达自己 就像上一期节目我也愤怒过 所以我是着急了 但我希望我也觉得大家能够理解吧 但是你知道吗 有意思的一点是 当我生气 我下台以后 是每一个哥哥给我拥抱 每一个哥哥来鼓励我 在后来的几天时间里 我又得到了以前不常联系的朋友的问候跟信息 说瑶瑶你加油 你真的很棒 他们都在安慰我 我看完上期的节目以后 我在看 我说那些话 我在看后面的哥哥们 所表达的东西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的温暖 就是特别的幸福感 特别的感觉这是一个大家庭 就是二十一个哥哥 他依然还在这里为每一个舞台 大家还在努力 还在为之奋斗 我觉得只要我们二十一个哥哥在一起 他就是一束光 他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光 真的有太多的这种感触想表达出来 我还是很开心在这儿唱任何一首歌 做任何一次表演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舞台 真心谢谢